当地时间11月27日,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在香港大学召开。 会上,中国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 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邱仁宗发表主题为 编辑基因所引起的社会及伦理问题的演讲, 回应深圳科研人员贺建奎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一事。 他称,此举违反了相关规定,不符合道德,不应被接受。 临床试验方案应该由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深圳和美富儿科医院的伦理审查是无效的。 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是针对生殖细胞性的增强,有很多潜在风险。 增强不是说好一点就叫增强,是说增强是超过了人类本身的能力,这叫增强。 就是说因为人类本身不能预防艾滋病,没有艾滋病免疫力,是不是? 他想的目的地想是能不能做给他,他认为有一个基因怎么弄以后,他可以预防艾滋病。 这个是有争议的,所以他是不严格的,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 这种叫医学目的的增强,那么增强比这个前面那种更难来预测,你这样做了以后的后果怎么样,你搞不清。 至于你后果搞不清,不确定,很多人不确定,你甚至不知道哪些重要东西你要会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要特别慎重。 11月26日,贺建奎宣称其团队成功对一对双胞胎婴儿实行了基因编辑,使他们出生后只能天然抵御艾滋病。 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婴儿居成已诞生,若消息确凿,他们将成为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但截至目前,贺建奎还未公开相关的研究报告或实验数据。 对此,邱仁宗称,此研究真假性仍存疑。 光通过媒体怎么行啊,我最讨厌科学家通过媒体发表他的成果。 你发表成果,有科学家怎么审查你啊? 科学,你科学发现我认为,不是在你科学认为发表那一天, 还是在别的科学家能够重复你结果那个时候,才能说你做了发现。 这个东西很重要,为什么要科学共同体呢?就是这样。 科学家是个集体事业,不你一个人说都算。 对待基因编辑,邱仁宗表示未来应该做两件事。 一是要建立一个伦理框架,以评估科学、医生和监管机构做出的决策。 二是建立对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生殖系基因修改的管理安排。 邱仁宗认为,本次贺建奎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相关法治还不够健全, 他希望国家能立法规管人类基因工程。